在我的少年时期 我曾经历了多次的校园霸凌 这些经历 让我一度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产生犹豫 不确定 甚至是厌恶的情绪 是厌恶的情绪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我拉你起来吧 假意蹬住我的男孩 转身却把我推倒 并在我的手上留下了无法抹出的伤疤 我就是喜欢欺负女生 他们这么对待我的原因 却仅仅是因为喜欢欺负女生 难道作为女生就意味着永远都要被欺凌吗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剪掉了我的头发 我开始痛恨作为女生的身份 我开始痛恨作为女生 我开始痛恨作为女生 我刻意模仿男生的行为举止来保护自己 但在同学眼中 我就像个玉蕾 周围的朋友 同学 给我贴上了侮辱性的标签 后来我才明白 不管你是什么性别 不管你是否与他人不同 最重要的是你要接受自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